好,我们继续做主要部分啊,运行一下 这条没有出现,是没有保存啊 我在这儿classpagemate,这个不存在啊 我这儿写了一句话,hello,hello没有出现 hello竟然没有出现,因为hello隐藏在这底下了 这样吧,我给他一个样式 style,background,警号 好,运行 注意,那整个这个pagemate呢,是占满了整个全屏 那我对他,我还是给大家画图看一下啊 整个这个pagemate,他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呢 pagemate是占了这个区域,我写的hello写到这儿了 我写的hello是写到这地方的 所以这个功能,左侧边把它隐藏掉了 那我想怎么做呢,就是当屏幕主要 当屏幕大于我们的768像素的时候 注意,当我们屏幕大于768像素的时候 我做什么事情呢,我让我们这个核心的主要区域 离左边的接距 离左边的接距 就离左边的距离 是因为它的距离是250 设上左边这个距离是250 margin left 250就可以了 听懂了没大家 好,那我们现在设一下 这呢,我先不管它 我还是当大于768的时候 我在这儿设一个类选择器 点page may margin left 255px吧 稍微大一点,空间加写 好,用心 这样的话,注意 我们GDIV就跑到这儿来了 GDIV的区域在这个地方 那还有这个 这功能菜单的这样 没有占满 这比较难看 我们让它高一点 所以我给 Sleder8设一个 hat 600px 好,这样的话 左边就比较高了 那右边 先我们主要的内容 主要内容 我们首先给一个面包线的导航 那面包线的导航 那我们在学Bullstrap的组件的时候 学过 算我直接写 导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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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径吧 这个啊 把它复制一下 好,那么在 这个页面里边 这儿加一个面包线的导航 这呢 比如说我们是手样 管理手样 这呢 比如说我们是栏目管理 这是栏目里边的 增加栏目 好,我们已经看一下效果 好,这样的话 就是有管理手样 栏目 增加栏目 这样的一个有序列表 这作为我们面包线的导航 上面的接句 你想瞧的话 自己用style 瞧一下它的market top 那比如说我们这儿加一个style style market top 3px 嗯,没起作用 没起作用 可能可能是li吗 实际原因啊 Ctrl C 除了 这套 当于零 零 零 试试 零 没有 判定 也给零 有时候是panding 有时候marget啊 这里是 哦 不是panding 好 这个不管它了啊 不管它 先去自己试一下 好 这是我们面包线的导航 做到这儿 面包线导航 做到这儿 那么这地方呢 我再给两个面板 两个面板来显示 我们一些列表信息 那这个div呢 我们这样来做 这个呢 我们在这儿 给它一个 面包导航 面包导航 这地方我们给个 div 现在我们用到山格系统 class row 这个页面 我们需要 两两列 那么就是div class 靠 md6吧 在中屏幕下 写实两列 就md6 大屏幕地下 我们写实 四列吧 那就是 靠 lg lg的时候 粘上3 好 把它复制一下 这样我们就是 大屏幕地下 一行占三四 就是占四格 在小屏幕地下 我们占中屏幕地下 占两格 那这个地方我们给个面板 我们先做个面板 div class panel 然后 panel default di class panel hander 这里会比如说是 最新订单 最新订单网 这是panel的hander 那么再来一个 div class panel body panel的主要内容 内容里边我们放一个表格 table 这个表格呢 还是手工写一下算了 class table 然后table stripe 带班马下的 table hover 鼠标以上有效果的 那这个地方呢 我再加一个 table responsive 就是响应式表格 好 给个表格 然后给 thand th t2吧 t th 那表头 第一个呢 我们是虚号 减号 th 第二列呢 我们叫 我 订单号 c 做 th 定单日期 再来个总价 再来个状态 好 我们先给一个t hand 然后再给t body 表格的主要内容 表格内容当然也是trc行 td第一列 td订单号 比如说是0123456 td订单日期呢是2008年12月23号 13点12分32秒 那订单总价 td2365.68 再来一个状态 td 出扣 好 这是我们的一行 好 我们有多行的时候把它复制一下 control c control v control v control v 这个值我就不变了啊 好 运行看下效果 嗯 我们看看什么问题 这个列太多了可能是啊 列有点多 这给了四列 一 二 二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那么看一下它这个call md6 哦 这样吧 我们把蜡指给上 这个不要 卡住了 电脑卡住了 停一下 是这样的 大屏 大屏幕底下 它要写是 一行要写是四列 但同样的 你把一行参成四列以后 这个表格就变得很小 我们大屏幕上写是两列 算了 好 电脑有点卡 下载清一下 好 我们继续 把这个列瞧一下啊 这呢 大屏上我写是六列算了 那把这个删掉 那就是 你在中屏上设了六列 那大屏上 当然也就保留了这个六列 保留了这个 一行两格 一行两列啊 好 这样的话 表格能大一点 一 二 三 四 五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panel好像有点问题 这个panel好像有点问题 那么检查一下panel什么原因 好 这个表格 我们就好再给它一个border 那表格上 我们给一个table border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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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border的 表格就加上标框了 呃 我们再注意看这个 我先把response又这个删掉 这个本来要加个单独div 先不用它了 不用它也行 也是自动的 但是这个 头有点大 那么看看这什么原因啊 啊 这错了 这是panel handy 点儿 panel handy panel handy 好 运行一下 好 这样是我们这个 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六行太多了 删一毫吧 好 那我们把这个panel复制一下 我看看到哪儿 这是table 这是body 这是panel default 好 把它复制一下 control c control c 好 保存用心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一行有两个什么呢 两个表格 那我把这个背景就取掉了啊 这个整个容器的这个背景就取掉了 pagemate的背景 不要了 control s 保存用心 那这样的话 在我们这个一行就 那我们把这个屏幕缩小注意 缩小以后再看一下 那一行就显示一列了 一行显示一列 那我们再做一个大一点的表格 再做一个一行一列 再做个大表格 那么在这儿加一个 我看看行是 ro 最后这个div啊 最后这个div它是 最后这个div是pager may 如果这个div你对不上号的时候 做个注释啊 那这个div呢 是我们的ro 注释一下 那么再增加一行 div class还是ro 再来一行 再来一行 div class call sm 在小屏上我也占12列 所以一行就是一列 一行只有一列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表格呢 给它塞进去 也加一个panel 对一下这个div啊 这是hander body 这是body 这个div 好复制一下cntrl c 好运行 那底下这个t网呢 那就是 嗯 占了整个 这大表格 比较复杂的东西 我们在一个表格里面写 但我们这可以写多少 很多块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后台界面 简单的一个布局 它也支持这个响应式的这个功能 哎 最后一个功能 我点它 要把主菜单隐藏和显示 我们看一下怎么来做 我在主菜单上取一个名字 在侧边了 这个取个名字叫slader sub 当我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的target 就是 cntrl 好保存一下 游行 这可以看到 我们在屏幕最小话 单击它 注意 这样我们就做了响应的这个什么呢 才那 那最后呢 有时候我们这个列表上要做封印 我们再做一个封印按钮 在这个地方 那封印呢 这个也很简单 我们再 找一下 bootcss里面有现成的 我们找一下文档 还是在我们学的组件学过啊 组件里边我们有分一二 好 用个这个效果 把它复制一下 在这个表格的最后 加上这个功能 好 这个呢 我们叫上一页 这个呢 我们是下一页 好 保存 用心 好 这边看 底下出现上一页 下一页 那我们把这个上一页 下一页 也可以移到右边去 移到右边的话 我们在这个NV位上加一个 在NV位上加一个class class poor right 好 注意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 NV NV上加了一个 poor right 就把它移到什么呢 右边来运行看一下效果 移到右边去了 那上面有点距离 这个阶距有点大 把这个距离调小一点 那么在NV上加一个style marget top marget top给一个 10px 好运行 不起作用 那这个呢 其实乔这地方不起作用 调谁了呢 我们应该调这个ur 其实是ur上设的这个距离 这个大家要看这个 呃 pxnation的原代码 大家就知道 好 这样的话距离小一点 那比如说我们再小 五个像素 保存 用心一下 好 瞧瞧啊 那这个呢 是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这个网站后台管理的这个功能 那这个呢 呃 大家以后要多练习 就是 那学到现在呢 我们bootstrap的这个课程 基本上就选完 然后大家以后什么呢 以后多练习就ok 谢谢 来 来 感谢观看